好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5.1的练习 说是这第一题呢,它是这个,其实这个Y不需要写 就是90度就是指这个角度是90度,X呢就是一百三百六,减去一百亿,再减去90,再减去80 OK,然后呢减出来呢,应该会得到一百一加90等于两百,两百加80等于两百八 所以三百六减两百八呢会得到80,所以X等于80,OK,很好 第二题来讲呢,它先找这个角异,这个角异呢,我们用一百八减80呢就得到一百三 过后X呢就会是等于三百六减去七十三减七十三,再减去一百三 三百六减一百三等于两百三,对不对 七十三加七十三等于一百四十六 好,所以你可以讲说两百三减去一百四十六 减一减一二三,三结尾减四等于八,所以得到八十四,OK,很好 OK,来第一,这一题呢,先找Y,对不对,从鱼角,从这个叫什么鱼角 鱼角,鱼角,鱼角不是补角,补角就是加起来会等于一百八的,或者是你可以讲要加平角,平角是一百八,然后呢,你用一百八减去一百三十四 啊,就会得到Y,所以一百八减一百三十四得到四十六 嗯,应该对,所以Y就等于四十六 过后这个X怎样找呢,呃,用三百六减四十六,四十六就是这个Y,再减去六十二 哎,这个好像是得到2X哦,所以你应该要这样子写啊,2X,你不要写他X,这是Y,直接写等于就好,不要写冒号,2X等于这个,所以我们的X呢,就要用两百五十二,两百五十二吗 我看一下啊,这个六加二等于十,六加四等于十,六加,六加二等于八,就是108,这108,扣一扣258,对252,252除以二呢,就会得到一百二,一二二,二二四,十二的话,六二十二,一个,非常好,最后一题了,最后一题,首先他先看到这里有一个, 这个平角对吗,X加3X会得到一百八,所以4X等于一百八,X就会等于一百八除以四,所以X就会等于四十五度,OK,啊,找到了X等于四十五度,再来呢,就用这个四,呃,四边形的内角合等于三百六,这边罗L呢,用了这个四减二乘以一百八,这个是什么东西呢,这个是多边形的,啊,就是说他可能课程已经上到了,多边形那边,我们就是讲说,N减二,除 乘以一百八,会是任何的多边形的内角合,所以四个边你放N等于四,啊,五个边就N等于五,啊,所以呢,你会看到四减二等于二,二乘一百八就是等于三百六,啊,所以是三百六,所以当然我是建议说,三角形你就是写一百八就好,呃,四边形直接写三百六,五边形以上你才用这个方法去算,好不好,OK, 那当然也没有错了,啊,二加三加二呢,等于七,所以是七X,X刚才算出来是四十五,带进来,七乘四十五等于三百一十五,哎,三百六十减三百一十五等于四十五,所以Y也是四十五,very perfect,啊,这个整个步骤呢,非常的详细,没有什么漏洞可言,那,呃,这个是完成了